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 我是阿明 今天我们要来谈情说爱 说的不仅是自己家里面的小情小爱 更要拉长情扩大爱 来欢迎最佳女主角 来自台中西屯的管海玲 师姐 欢迎光临 全球大爱的观众大家好 感恩还有她的宝贝女儿吴佩轩 佩轩好 大家好 还有海玲师爷的哥哥管家俊 家俊大哥好 感恩还有海玲师爷的母鸡 廖碧玉师姐 大家好 好 说到海玲师姐 我先从一条路来说起 大爱台位于台北北头的关渡 旁边就一条非常宽敞的路 大渡路 回想二十多年前 海玲师姐 就是当时少数敢跟男生 一起在大渡路上飙车的年轻人 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哟这个不良少女 这个问题学生点点点点 但是在他爸爸的眼中 在管爸爸的眼中 他只是一个爱玩的女儿 想知道爸爸如何如大海般的胸襟 让女儿倦鸟归巢 而女儿回到这个家庭之后 如何开始安分守己 并且有姻缘 也借引他的爸爸走入此期 让爸爸人生变得更开阔 成为一位拉长情 扩大爱的快乐志工 来看海玲师姐 知福 习福 再造福 感念秦恩的故事 为什么我喜欢拆东西 因为我觉得说 当你研究出一个东西 它哪里坏掉的 然后你把它更换好 修理好会有那个成就感 会有那个成就感 动手拆解再组装 个性大方 说话直接的管海玲 将其电脑零件 就跟一般女孩子 在聊化妆品一样熟练 那这边的都是基本的 基本的工具 我没有什么化妆品 我没有什么化妆品 因为化妆品用的会消耗 这个不会消耗 这个一个工具都可以用很久 形容自己是男人心 女儿生 管海玲拿出照片 让我们从他学生时期 酷帅有形的中性打扮 就可以看出端倪 专业 对 我这时候高中刚毕业吧 差不多高中刚毕业 我以前都穿男装 对 来啦 你看妈咪以前国中 我都穿这样子 来 跟你现在国中是不是很一样 是我那时候 都带我同学穿这样 那是几年前的 很短的吧 算是40年前 和女儿吴佩萱分享了 以前的衣服样式 管海玲说 自己国中时期 叛逆 后玩 高中就学人飙车 俏课 而有了白玫瑰这样的称号 这让当年还没有往生的父亲 十分头疼 这是哥哥 哥哥家俊 然后我美慧 然后这个是佩琪 这海玲 海玲在这里 其实这张唱片有点不清楚 海玲那时候是长得很可爱 脸 圆圆的 我两个是差别度最多的 我跟老样比较像 他跟我三妹比较像 我觉得我跟我爸最像 星座一样 都是顺手座的 我觉得我爸也常叹气说 为什么海玲又闯祸了 三不五十会被交到学校 什么训找处 或者是后来大一点 有的时候还去 就是要出外面把她领回来 又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时常闯祸的管海玲 三十岁那一年 是她人生的分水岭 因为误入陷阱 被控版权倾占 在人生最低潮时 她进入信仰 接触志工活动 来容软自己 过去冲动的个性 她脸上就是热到的吗 不是 过敏 过敏哦 你怎么会过敏这样子 刚出身了 好可爱哦 刚出完月子 你刚出完月子 比较黄一点 对 我自己会去照镜子 我觉得说 因为我有戴眼镜 有些时候学生会说 老师 你的眼神好凶哦 那是以前 所以我现在就是自己有时候 当这个时候我口罩戴上去 我就会有时候会距离自己的颜色 然后我就有鼓励自己说 我要做到说即使口罩戴着 也要让人家感觉到我的笑容这样子 你要看我的真面目哦 对 你要看我的真面目哦 好啦 我拿给你看 我拿给你看 好 一 二 三 一下 好 遮起来 只可以看一下 还要再看吗 还是要看清楚她 和小朋友开心互动 爱玩也爱挑战的关海玲 如今转个方向 在志工领域中 用不同的方式 开拓自己的视野 广阔自己的心 每个家庭都有她可爱的故事 这个家庭真的要感恩管爸 留给我们无限的怀念跟感恩 管爸跟海玲师爷的故事 几年前曾经在大爱台的 长情剧展播出过 叫做管爸的照相机 那管爸在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九号 因病往生了 今天我们要想透过这集的节目 来感恩管爸 也要谈谈爸爸对女儿的爱 而女儿如何用这样的爱 来爱自己的女儿之外 也爱普天下有缘的小孩 我先请家俊大哥来谈一谈 你是家中唯一的儿子 是 爸爸爱五个他前辈子的情人 一定是有他的原因道理 那你觉得爸爸对于海玲 有没有特别的宠爱 应该是说不是说特别宠爱 而是海玲在之前还没有加入 持绩的时候状况比较多一点 是五个女儿当中状况最多的 是 那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自己常常捅楼子 让爸爸妈妈担心 是的他知道 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知道 那我赶快问他本人 那为什么迷途不知返呢 那时候就觉得说外面都比家里好啊 家里有人会念啊 会啰嗦啊 好 我再把管爸过去的专业背景 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他们以前不是住台中的 管爸后来会从台北搬回台中 是因为孝顺你的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年纪有 就是管爸的爸爸的年纪有 为了要孝顺爸爸搬回台中 气候比较宜人 就医比较方便 对不对 要不然他们家以前 可是忠孝东路四段两百一十六项 华威摄影礼服公司 所以这些小孩啊 从小应该是生活无欲 因为爸爸从事这个行业啊 收入还不错 造福人群给人家幸福 所以当爸爸听到看到 他的女儿竟然会骑摩托车的时候 也没骂他 也没打他 反而是怎么样 买一台五十cc的摩托车给我骑 看我能骑多快 甚至把他的摄影棚给你当什么 有给我们开舞会啊 因为哥哥那时候交不到女朋友啊 你把哥哥拖下垂啊 老啊 老啊 因为我们摄影棚有音响啊 然后那时候就是摄影棚休息之后 然后就给我们开一个舞会这样子 然后就是找一些朋友来这样开舞会 然后爸爸他就早早回家 我跟你请问一下 真的打灯笼找不到这样的爸爸 说真的 他的爱 你说是溺爱吗 也还不是那么溺爱 但是他总是没有放弃这个爱玩的女儿 对不对 而且当你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啊 他用另一种方式提醒你 以前你是这样耶 我让海林寺院的女儿啊 佩萱讲一下话 他曾经去超商买东西啊 对 超商买东西的时候 看到一个好帅的男生 就这样爱上了 妈妈当然受不了了 开玩笑 我女儿那么小就开始交男朋友 就你把你爸说 你爸怎么跟你说 他说我骨二就谈恋爱了 他说我比我女儿还早 他提醒我 那你怎么调整你的心情 我就回想自己当初的心情跟想法 然后就是把自己调整到当时的状态 然后如果说那个时候我的情形 我会希望旁边的人是怎么陪伴我 陪伴 所以后来听说妈妈都要跟你挤同一张床 睡觉这样悄悄话 对 你已经早就自己一个房间睡觉 对不对 对 没有跟爸爸妈妈睡了对不对 没有 但妈妈会借故来跟你拔甘情 对 当你的姐姐一样 对 希望在这个磨蹭当中 跟你分享一些心事 对 一开始会觉得 好变扭 妈我大了 一开始会不会 会 后来怎么样变成姐妹淘了 就他都在看 不知道从哪里学来 就是我们这种年纪的会讲的话 有做功课 是不是 对 然后就跟你打成一片 对 你也会跟他讲心事 对 对不对 爸爸其实就是有让你学到这些工夫 教训哥 是 这个爸爸果然是有两把刷子 不仅是专业上的专业 对于亲子教养 他以为他自己独特的一套 真的很不错 因为我爸爸他都是以身作则 他也不会讲你什么 他就是做 就是做他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在旁边看 我们就会受到他的影响 我们也不敢跟他讲什么 就是做的就对了 OK 广霸在海灵师爷的接影之下 走入了慈祭 也因为广霸过去就是一位 很会拍照的这个摄影师 所以在摄影这个区块 画发挥的淋漓尽致 而女儿如何在爸爸的熏陶下 接下一波 希望把爱传承下去 我们继续看第二段影片 我们不能相信我们的眼睛 我们都你知道 有那种电脑的更新 然后换成一个版本的感觉 这两个反差很大 有有有 有差有差 所以我说我会切换就是 他换上那尾的衣服的时候 我们都不敢随便跟他开玩笑了 周末一早 大爱儿童传播体验营 正在进行剪辑课程 担任人文真善美志工的管海灵 运用过去的经验 带领小朋友认识剪辑 这可以剪接 他前面我可以剪掉 然后后面 我可以留后面 不好 不好 这句牛腿要玩 气死了 好 要不要 不要 不要 谁要怕 就不要 头死了 我记得海灵师姐 她有跟我讲过一句话 她说因为像人都会说 用妈妈的爱心来爱别的小孩 那其实我 根据我的 就是观察的部分 因为她真的是把她儿童班 所有的孩子 都当成是自己的孩子 一样的在照顾 这个最好笑啦 你要最尝尝啊 你们不要嘛 其实我们人人真善美 就是真善美啊 所以小朋友就是最真啊 最善良啊 而且从小孩子的眼光 可以看到不同的美的地方啊 可是现在小孩子 从小就是三七啊 所以他们对于三七的东西 都很上手 而且很快 然后他们对于就是说 像拍摄啊 跟自己可以剪接影片 他们来讲 他们会觉得说 哇 好棒 我可以学这些 把儿童班的孩子 当作自己的小孩 因为女儿吴佩萱 过去患有分离焦虑症 只要和她一分离 女儿就害怕哭闹 不断尝试各种 与女儿相处的方式的关海玲 如今已练就一生 能精准快速跟孩子们 打成一片的本领 好 先去一个 来 换你一个一边 因为我们爱你不够啊 用爱和孩子拉近距离 关海玲和女儿吴佩萱 其实走过一段 长达十年的磨合期 因为以前自己当妈妈以后 就知道说 不好教养的小孩 父母的心是很折磨的 我就开始会去回想爸爸 以前他怎么样对待我 他对我的宽容度 我真的很感谢爸爸 他不只是说把我养育长大而已 我就是说他连我的心灵方面 他也会有教导我 很正感觉 好 来 你的工具有准备好了吗 好 那你工具要准备好了 第一个事业 他第一个事业 所以我要不做这个 为什么你要做这个啊 对啊 为什么你要做这个 我想要帮你帽脱下水 只是想要赚一点点钱 赚钱要干嘛 自己花 现在他 有的包子也有的 护照套 你什么时候有的 他有这里带我去买的 他如果不一定的 他如果追星再换下一个 像这个 他就是因为追星 他很想要追星 结果他在小六毕业的那年暑假 他就自己就是拉着行李 自己去搭高铁 他第一次离胎我身边 他为了追星 他可以这样子 自己一个人去搭高铁 这对他跟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同学都说 妈妈太害了 那他说 妈妈很好相处 对 就是说 好帅 你妈妈好帅 竟然不是说 你妈妈好漂亮 是说你妈妈好帅 帅气的妈妈用的方法 其实是自己父亲过去 对他的耐心 观海玲说 养儿方知父母恩 在角色切换的过程中 虽然辛苦 但心中却充满被爱的幸福 今天手脱海里 就在北部闻 刚才看海玲事业 跟她的宝贝女儿 佩萱两个人 在从事佩萱的第一份 家庭代工的事业 听说做没多久 就收工了 对 赚了多少钱 两百多块而已 两百多块 你花掉了没 还没有拿 还存钱 还没有拿到 这比你爸爸花好几万块 给你买摩洛车 真的算小case 但是你让他知道 很多事情要自力更生 你不仅让他有独立的机会 其实爱一直不分离 对不对 就如同爸爸留在这群师兄师姐的心里 也是永远不会散去的长情大爱 今天唯一非他们家族里面的亲友团 是实际大家庭 人文真善美的和气干事 我们的碧玉师姐也是海灵师爷的母鸡嘛 他先认识你爸爸才认识你 因为你把爸爸推到人文真善美去嘛 管爸对于你们这些人就如同孩子们般的照顾 我们这群人文真善美 我们都自称是管小孩 我们的爸爸就是管爸 在管爸生病往生之前 听说你都会制造机会提醒海灵 要多多跟爸爸相处 对 因为海灵的个性我很了解 那因为他个性就是比较大辣辣 那管爸做事就是很仔细 但是后两年 这两年因为管爸的身体状况真的比较差 那我们大活动的时候 我们人员真的比较没办法去照顾到管爸 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任务给海灵去做 增加管爸出来结善员的机会 也增加海灵跟爸爸互动的机会 一减力 是 又能够行善 又能够行孝 对不对 所以管爸听说在往生之前 还特别拜托你们要照顾谁 海灵 还有管妈 所以你们现在把对管爸的尊敬与爱 也同样复制到管妈的身上 管爸做志工 學生的人很多 但是儿女的态度怎么样 既然是十二万分的支持 他们也不担心爸爸太累了 八十几岁 再出家做志工 我们请家俊哥见证一下 听说以前爸爸总是年纪有了 有一些心甲病痛 这里酸 这里痛 听说做了慈祭之后不一样 无敌烈金刚 是的 是的 我很高兴 我妹妹海灵 介绍我爸爸进入这个慈祭 之前还没有进入慈祭的时候 常常就是看电视 就是没有动 常常就喊叫腰酸背痛 然后糖尿病要吃什么药 常常跑医院 也没有什么娱乐 就是看电视 没有出去 可是海灵带我爸爸进入慈祭以后 他好像忘记病痛了 也没时间病痛 没有时间病痛 我记得有一次我打电话回去台中家里 要跟他讲电话 他说 妈妈说他不在 说他去高雄 我说晚上十点 还在高雄 他说对啊 还在高雄忙 出班拍摄 结果那一天忙到晚上 好像一两点才回到台中家里 隔天我早上就马上打电话去关切 我说爸 你不应该这样 太晚了 你这样太累了吧 用不来 我很快乐 我就不去背痛 而且我很快乐 我这样的付出 我觉得很有值得 无所求 是 所以我很感谢海灵 还有这些慈祭的这些师兄姐 陪我爸爸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这个年老的黄金岁月 让他这个过得非常有价值 你说黄金岁月真的是形容得非常的棒 是 因为他觉得很高兴 很快乐 非常的好 海灵师姐 过去曾经让爸爸这么担心 这么忧虑过 你会不会觉得好险 好险 你有用这样的方式来报答父母恩 真的非常的感谢 其实我也很感谢父亲他愿意跟着我进来 持继 因为他这样子进来 变成说他丰富了他自己的晚年 对 然后有更多的管小孩一起来陪伴他 对 然后相对的就是 除了他自己得到丰富之后 我觉得说就是我们不只是家人的关系 我们还多了一个法亲 对 我们还多了一个法亲的关系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我在我们这些兄弟姐妹里面 我跟爸爸的关系 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我们的关系非常特别的 不行是亲情 更有法亲之情 对不对 双重的关系 所以爸爸在往生之后 听说不到半个小时 已经有多少的失踪师 也来家里帮忙了 三十几位 然后隔天祝念 这样子出班的 还有自己得到消息的 这样子来有将近三百人 来为他祝念 所以管爸的照相机 现在是由您在使用 你也希望代替爸爸的双手 为人间许多的美善留下记录 咔嚓咔嚓 是不是 是 我希望就是用爸爸 试给我的这个身体 还有他教导我的精神 来承接他所留下的相机 以及弹子 佩萱现在其实还在读书 回想那么多年前 妈妈也曾经是这样让人头痛的学生 但现在感恩有这样爱的环境 让你这棵小树得到许多 除了阳光空气水之外 还有满满的爱 希望你要把自己照顾好 课业第一 亲情友情爱情都能够兼顾 好不好 记得 记得阿明哥哥说的话 不要让妈妈这个太过担心 记得阿公对于你这种宽容伟大的爱 好不好 好 那最后向爸爸说一句话就好 爸爸你放心 爸爸我们都会顾得很好 你就安心地修行 等我们大家一起去团圆 那你的精神我会传承下去 祝福你也祝福我们 对 我们生生世世都要在菩提中 感恩海玲师姐 由迷转悟 由不懂孝顺 到现在报大 报情恩 好 感恩BB师姐 继续把那群管小孩来爱管妈妈 好不好 感恩大家 祝福大家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